对于恢复中原 李刚有一整套构思 派宗哲去开封城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给开封城披上铠甲 开封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他不能没有外围防线 一马平川的地势 如果没有黄河天险的隔断 河东河北等地的拱位 他本身再坚固也无法应对外地 所以李刚派张索任河北路招服使 副量任河东路京至富士 去两河地区的招服百姓 建立武装 请注意这个字啊 建立武装 两河地区被金军肆虐 各大名城相继沦陷 各处正规军基本上伤亡殆尽 开封京城的军力损耗严重 长江之南的军队根本就不靠谱 而西军又离不开防区 可以说两河地区已经彻底失去控制了 可是汉人的力量却空前的强大 为什么 无数只异军自发的形成组织 他们保家结社对抗金军取得的战绩啊 比宋朝那些正规军强太多了 咱们就以河东区为例 这里的民兵用红金做标志 小事不说了 只提一下他们和完颜宗汉的故事 金军的大太子在宋朝官方面前一直很威风吧 可在老百姓眼里使一般 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初他围攻太原城 红金民兵就把他挡在太原城外呀 与之相比河北区域内的义军那规模更大 毫不夸张的讲 他那实力远远超过北宋的帝都开封城 五马山 一山建寨 比人工修的城墙还要高大坚固 这里有十万兵力 都是自发聚集的中意民兵 无论是素质还是实力 都比烂透了的禁军强的太多 更重要的是 河北区域内所有其他民兵都听他的号令 民兵人数加的一起几十万呢 就这样他的号召力比赵基赵还赵构都大得多呀 这么一股力量足以在乱世中自成一国了 可是他们却几次三番写信给远在应天府的赵构 说他们一直都期待着中央的领导 赶紧派人来领导我们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山上最大的头领姓赵 叫赵真 赵真是赵基的儿子 受封为信王 查名单 他是金军在开封城里抓走的最重要的俘虏之一 怎么会跑到五马山上打游击呢 赵真自己说 他是趁乱逃出来的 国恨家仇让他充满了力量 决心与百姓一起和女真人死磕到底 这多好 让百姓既有军队的实际力量保护 又找到了长期以来习惯了的宋朝政权 心灵身体两健全 好日子似乎又回来了 李刚也是这么想的呀 眼看着这么强大的力量 唾手可得 拿到手里就能用 接着就能跟金军干仗 何乐而不为呀 这简直是新兴的建研集团的天大的福音哪 什么都别在乎了 哪怕明知道所谓的赵真是阉人赵公假扮的 那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力第一 马上派人接收 这时候别讲什么这哪哪个这的 于是他第一时间派出了张索富亮 做完之后他长嘘一口气 觉得复兴有望民族江星 他本人做了件很好的事 对着起首相这个职务了 可是他却不知道 他的政治生涯可马上就要谢幕了 上面接收民兵的事怎么看怎么有利吧 可是整个建研集团上层全都强烈反对 黄汪两大巨头出面 说赵福斯成立之后 两河境内的盗贼更加猖獗 不如撤销这个部门 盗贼 这个词才是关键 李刚宗泽张索 老百姓觉得他们是民兵 十四几人 可是在建研集团看来 除了官军本身 其余的都是不安定因素 尤其是五马山 几十万人呢 让赵构怎么敢接近 还以信王为首领 在民兵看来 大家都姓赵 直接变一家 从开始就很融洽嘛 可赵构的心里 姓赵的人是他最烦的人呢 在他的一生中 他用了全部的智慧 才保证了自己身边 没有任何一个 有直系血缘关系的赵姓男人出现 比如前面提过的那两个 想趁乱称帝的赵姓人 都被赵构处理了 太祖赵宏燕的子嗣赵子松 被贬出 永世不得翻身 太宗皇帝的这个宗室赵书相 被勒令交出兵权之后 就被刘光氏给杀了 可惜李康啊 李刚啊 就是看不透这一点的 他是据理力争 一定要收遍民兵 和皇前善吵 和汪伯燕吵 向赵构不断的禁言 结果张索富亮被撤职 他本人收到了 严官的弹劾信 张俊总结出 李刚的十多条罪状 注意是罪状啊 弹劾他下台 赵构挽留李刚 同时罢面张索富亮 尤其将张索发配到岭南 不久张索就病死了 李刚看清了形势 终于主动辞职 赵构再次挽留李刚 可随后的罢相之理却写着 李刚以个人喜怒为标准 分辨是非赏罚是道 以国家利益为代价 树立自己的形象 等等这些考虑 不久之后 李刚被再三罢处 最远一次 竟然被流放到了海南岛 而伴随着这些罢处 的是一系列诛心的字句 比如说 彭尖网上 欺世道明 李刚成了 赵正宝一样的奸邪 很悲惨 很郁闷吧 相信连李刚自己都搞不懂 为什么一心为国 会这样悲剧收场 很多年以后 赵构的地位稳定 年纪也大了 开始喜欢回忆了 才说了一句心里话 李刚还是朕 李刚把本皇帝 把朕当成一个孩子来看待 这里边透着一股怨气 非常准确的影射出了 当年赵构的感受 说实话 这真的是李刚的问题 在他的心里 他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却忘了自己的职责 是替皇帝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以为好的就真的是好的吗 适合绝大多数的人呢 一定就适合高高在上的那个人了吗 赵构本来是为了清静自由和尊严 才罢免李刚的 可是没想到 刚刚罢免他 这件事又丢了一次 有人突然上门来质问他 为什么要罢免李刚 赵构暴怒了 他真没想到 自己都当上皇帝了 居然还有人没完没了的找他翻他 李刚宗泽当然也就算了 毕竟那是国家的栋梁 那是老臣 无论是功劳还是资历 都达到了可以摆架的训人的地步 可这几人算什么 居然是平民 不过很不一般 事实上 他们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应天府里 是因为他们是赵构前些天特意下旨召来的 这两个人名望实在是太大了 是东京保卫战中的学生运动领袖 陈东欧阳车 这两个人此时堪称明满天下 是人人知识的代表 毫不夸张的说 他们的言论瞬间会传遍天下 进而形成舆论 其新闻力量比宋朝官方强多了 正是这一点让赵构头晕 他捧着陈东欧阳车写的奏章 都快气疯了 陈东说 李刚不可罢免 黄浅善汪不艳不可任用 赵构应该亲征 接回灰青二历 这几条好不好 赵构能不能做 值得玩味吧 这还只是开始 如果说这些让赵构为难了 但是又不得不赞成 不得不解释的话 那么陈东下边说的话 他就忍无可忍 激活攻心了 陈东说什么 说你本来就不应该当皇帝呀 如果亲宗皇帝以后归来 请问两个皇帝怎么相处 难道要一大一小 轮换着当朝吗 你说赵构是不是杀新男人 可当他看完欧阳车的奏章之后 脑袋已经一片空白了 欧阳车说的是他的私生活 说他在国家危难之际 不忘迷烂 不仅吃喝浪费 在女色方面 把这收敛居然公开去开封城里边 说是给他做拆洗工作 在开封城里边买漂亮女孩 是吧 那是刚刚被金军截裂过的开封城 这么干和女真人有什么两样 至于拆洗工作 我亏你还想得出来 你亲妈就在金国干着拆洗工作呢 这些话是多刺心哪 哪怕不是皇帝 换个普通人都会暴跳如雷 他还没办法否认 因为这都是真的 应典府就那么大 战争期间诸事从简 皇宫里的这点事 基本上没有秘密 谁都知道 可你为什么要说呢 赵构思前想后恼羞成怒 提起笔来写了一只手臂 杀陈东欧阳哲 这是宋朝自立国以来没有过的事 宋太祖在一块石碑上刻着 有宋一代绝不杀大臣严官 不杀士大夫 尤其不杀尚书严氏的人 这块被平时用黄段子盖着 不许人看 只有每一代皇帝即位的时候 才有一个不识字的太监领去 一个人默默地砍 这个时候是宋建延元年八月 一个月以前 曹勋从北方带回了宋徽宗的求救信 里边就专门带给赵构的示碑内容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 赵构一定知道祖宗的规定 可他就是下令杀人了 这不只是他恨这两个人的缘故 而是他心性的表露 赵构啊 那是两宋十八位皇帝之中最狠的一个 他几乎是先天带着残忍的基因 不只是不怕杀人 甚至敢于杀人 勇于杀人 他一旦对某个人起了杀心 哪怕试过境迁 大家都把这事给忘了 他还会记在心里 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总会算个总账 把想杀的人给做掉 这只是开始而已 没人会注意到他这个特点 人们能感受到的是 新皇帝是一个 很不喜欢乱讲话的人 比如说 他随后就下了一个命令 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九月份 他会去淮河地区度假 很可能在这长期的办公 如果有谁敢乱想乱讲 动摇这个决议的话 全部砍头 有谁能告发这些乱讲话的人 有官衔的人 连升五级 白丁可以超越五品 从九品直接升到正九品 连升五级啊 在重大战役里起关键作用的将官 都没有这待遇啊 那么在这种严格的讲诚条例的震慑下呢 赵构如愿以偿的 从河南省的商丘搬到了淮南的扬州 紧紧的挨在了长江的边上 随时好跑 在这个过程里啊 还真没有人再敢说怪话的 这让他产生一种错觉 就是说这种强势政府啊 对他而言呢 很很适合他 对人民呢 就应该狠一点 这个观点后来就一直伴随着他 直到一年半以后 那一件让他魂飞魄散的事发生之后 他才明白了一个真理 就哪怕你是至高无上的帝王 你也不能太欺负人了 这个时候呢 有长江之天险在这了啊 扬州之繁华在这了 那既安全又舒服 这赵构呢 突然之间有这么一种 梦回汴京一样的感觉 又找到了从前生活的影子了 这种好日子呢 持续了差不多十个来月 在这十来月里边呢 不只是他 几乎整个中原呢 都相当的平静安宁 之所以这样呢 完全归功于一个人 宗泽 宗泽这时候正全心全意的经营着开封城 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竟然让废墟一样的开封城 变成了空前强大的堡垒 不仅足以自保 还震撼了整个两河地战区 宋朝和女真人在每一个角落里争锋 居然几乎美战必胜 那你说这多不可思议啊 你要知道就在一年之前呢 金军还轻松的就把宋朝 朝廷都给灭了 宗泽是六月初一到达开封城的 他看见的是残缘断壁的街市 牢牢禁废 兵民杂居的城防 打败天里盗贼随处可见 老百姓没吃都没穿的 这是一座废城 一座死城啊 就在两百里之外的黄河边上 金军一直驻扎着 就像一把屠刀一样 时刻悬在开封人头顶上 随时这把刀都砍起来 还有比这更糟的情况吗 宗泽就在这种绝境里边振作起来 他深信 自己的民族一定是强大的 只要当政的人理智一点 稍微勇敢一点 没问题 奇迹一定会出现 他先是抓了几个知名的盗贼 宣布从此以后恢复宋朝律法 敢偷抢犯罪的 不管赃物多少 一律军法从事 什么叫军法从事 拉出去直接剁了 宗泽 哎你别说 真说到做到 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一落地 开封城的秩序 立马就恢复原貌了 接着呢 他建设城防 在开封城各处啊 修补战械 重建敌楼 那么宗泽呢 在这个城外险峻地段啊 构筑了24个防御点 这些呢 和开封城本身的防御呢 有机结合起来 这就在郊区啊 构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做完这些了呢 宗泽还不满意 他想到了黄河 黄河呢 是开封 目前唯一的北方天线 没有他 开封就只剩下几道 人工城墙而已 这玩意儿能防住多少东西 都不一定 所以必须得夺回黄河 可是问题来了 他手里没有兵啊 这是再严重不过的现实问题了 他也没法向这个赵构申请 育营的兵力 绝对不会给他调一兵一族的 那招募怎么办 行不行呢 可问题是 你拿什么给招募来的兵发响啊 你当兵就得吃粮拿响 那他既没钱也没粮 退一万步奖 即使他有 民间的兵对宋朝本身就不敢冒 保家卫国 人靠都是自己 为什么要投靠 你不靠谱的宋朝呢 这时候 在开封城边上 说是民兵也好 盗贼也罢 反正这种民间武装力量啊 那是大的惊人 动辄就几十万人聚的一块对 比如说活动在浦州一带的 今天这个 咱们山洞境内啊 号称拥有几十万人的王山 活动在淮水区内 约有七万人的王在兴李归 活动在洛阳附近 拥重三十万的这个 墨小牛杨进 这些人呢 都在乱世中迅速的崛起 每一个都不简单 每一个 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厌恶宋朝 你别说让他们归顺了 比如说王山 他会主动带人到开封城去打劫去 几十万的部队 冲向了刚刚重建的开封城 你让宗泽怎么办 逃还是战呢 这两者之间 宗泽选择什么 选择了相信 他相信自己的理念不会错 相信自己的民族不会错 为此他单人独棋出发 向王山的部队赢了上去 他对王山说了 说朝廷威王 国家大难 如果有一两个 像你这样的人挺身而出 金军就不会猖獗 这是你临危立功的机会 希望你能把握住他 这话很高深吗 很煽情吗 这话一点都不高深 一点都不煽情 说的很直白吗 现在国家就是有难了 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出力啊 宗泽就是说了些实话而已 说出他的希望来 可王山的反应是什么 王山的反应 是立即跪械 流着眼泪 敢不尽命啊 几十万人立即就被宗泽收编了 成了宗泽的部下了 这样的事 一次次的重演 前面提到的 王再兴 李贵 杨进等人 都在这时候 站在宗泽的身边了 成了他的助手了 一个是偶然的 两个三个呢 都是偶然吗 每一个人都这么放弃了自我 抛开了对宋朝的成见 之所以会这样 就归功于宗泽个人的威望啊 而他的威望基础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人 曾经说过的话 说我南朝地广 人多崇尚气劫 俊艳之事所在多有 自古以来从不屈膝一足 这句话让我深思 定义广人多 俊艳之事 这在中国是最不罕见的 在每一个时代里 每一点都不曾改变 比如说近代势力 最黑暗最屈辱的时候 中国的人数之多 俊艳之多 就如灿烂繁星 可为什么至少有 三次屈膝一足了呢 因为崇尚气劫 只要失去了气劫 中国人就失去了一切 如果能像宗泽杨进 王善等人这样 因为气劫而走在一起 那么情况自然就会好转 宗泽并不是一味的包容 相反 他的底线是很高的 当年他离开四周的时候 把军队和政务交给了 四周兵马前辖李侃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李侃被部下赵世龙给杀了 赵世龙呢夺了城防 在战乱当中啊 占据了一方 这是土皇帝了 可是当他知道 宗泽在开封城的举动之后 带着自己的弟弟 外加三万兵马 我来投奔你来了 在他想来 这是一件安全的好事 说我一个反贼 我一个盗贼 我都能变成正贵君 为国处理 他本身就是宗泽的老部下 就犯了点小错嘛 对不对 宗泽就问了他一句话 说河北丢了 是不是连我们宋朝的法令 上下级之间的纪律也都丢了呀 军队滑遍以下犯上 那是赵宽颖定下来的死罪呀 你赵世龙你不知道吗 来呀 把赵世龙给我拉去 砍了斩首示众 当时啊 宗泽那身边围的 都是赵世龙手底的兵啊 赵世龙的弟弟赵世兴 就在他旁边站着 还带着刀啊 宗泽很平静 等杀了赵世龙之后 才缓缓的转过头 看他的弟弟 说我告诉你 你割死了 你要是能带着你手底 这三万的部队 报向国家 我把它交给你啊 希望你以后 洗刷你哥哥的耻辱 你哥哥是反贼 你不是杀其凶儿 任其弟 按常理来说 这不是找死这是干嘛 他在自己身上 埋了一把刀啊 说不准什么时候 这把刀扑吃就捅进来了 可奇怪的是 赵世兴居然真心实意的接受了 不久之后 金军突袭华州 宗泽命令他们 紧急持援 他率领这支部队赶紧呢 杀了过去 在城外呢 是大获全胜啊 宗泽就是这样 他让开封城的军队 与日俱增 在短时间内 军队啊 达到了一百万人以上 同时严明军纪 有了这些事情做基础 他扫平了黄河南岸的金营 在沿岸十六个县的周边 树立了像榆林一样的连珠寨 他这么搞 金国可坐不住了 宋朝这样的庞然大物啊 绝对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急 哎 为了灭掉宗泽 金国调配了能调动的最高军力 完颜宗汉坐镇员 辽西京今天山西大同 与宗泽对峙 十二月左右派出了 金国历史最著名的将军 完颜宗毕出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